日本政府19号宣布说因为被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超标 福岛县海域的黑油被禁止上市了 据日本媒体援引福岛县消息 本月1号在福岛县海域捕拉的一条黑油体内被检测出 270贝克勒尔放射性物质色 超出了食品卫生法所规定的标准值的两倍之多 除此之外 今年2月份的时候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在试验打捞作业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县的黑油体内所含放射性物质超标 并且已经主动停止黑油的上市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战事故发生以后 曾经最多曾有44种海产品被禁止上市 但是自2020年2月25号起 上述海产品上市限制被全面的解除 很明显刚解除限制没多久 日本又被本国海域的鱼给打了脸了 4月13号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海 而当天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就此决定 便称说按照科学依据那些水喝了也没什么事 甚至比饮用水都安全 麻生那你倒是喝一个试试啊 4月15号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加藤圣信 就麻生太郎言论便称了 核污水喝了也不能科学证明这水就是安全 因此的没有必要怎么做 变无可变之后 4月16号麻生太郎再就此前言论大言不惨的便称说 这是大家的海洋 言外之意是海洋是大家的日本想排就排吗 不是你这样的言论无疑是挑战所有人的底线 有报道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当中 可能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碳14以及C90川等其他放射性物质 科学家警告说水中的川和其他的分子相结合 可以通过食物链影响植物鱼类和人类 而且川的放射性危害被低估了 对人类及环境造成的风险可能将会超过100年 19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日本原子力硅制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将从下月开始逐步向该委员会提交已确定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日程表 咱们用一句人民日报报道当中的话来说就是 日本政客不说实话福岛海鱼亲自下海 感谢观看